各位网友大家好 今天是2020年3月4日 今天来谈谈陈薇 也就是部队的少将 也是中国工程院的院士 一位非常了不起的 这个卫生防疫这方面的一个科技人员 这个他发明了已经发明了 关于新型冠状病毒的疫苗 这条消息应该是爆炸性的 但是不太清楚为什么 现在官方的媒体还没有正式报道 只是从网络上看到这么一条消息 给大家看一看啊 很有意思 讲到什么呢 国务院副总理孙春兰 看望军事科学院 军事科学院医学 陈薇少将和专家组 说是什么呢 全世界就第一支新冠状病毒的疫苗 已经注射到了这个陈薇的这个 左边这个手臂 说专家组七名共产党员注射了 新型冠状病毒的疫苗 时代军人威武中华等等啊 这一看就国内的官媒啊 做什么事都是和这些政治啊 这个连在一起 这个白人认为啊 发明这个疫苗 这个精神可嘉啊 这个的确是非常有必要 但是这件事情的目的应该主要是为了挽救那些 冷人啊 就是受到这个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老百姓 应该从这个角度去考虑 不论是中国的 还是这个分布在全世界各地的啊 因为这个疫情的蔓延啊 已经全世界许多国家 特别是日本韩国还有这个意大利的啊 那都是重灾区的 全世界都在恐慌啊 包括加拿大的一些这个超市里面 米面的啊 都被一些这个非常这个惊恐不安的人们所抢购等等 这说明什么 说明的确是需要啊 这个疫苗尽快能够 这个问世 光恐慌没有用啊 就想办法怎么能够 这个防止它的蔓延啊 最有效的办法就是 就是接种疫苗嘛 如果这个疫苗能够生产出来 研制出来 那这是了不起啊 陈薇啊 能做这个事情啊 我认为 还是有可信多 为什么 这位非常了不起的女人啊 今年才五十多岁啊 那么她已经有过这方面的一些 这个亲身经历啊 可以这样屡见工区啊 2003年非典的时候 她就发明了一种就是喷鼻剂啊 就喷在鼻子上啊 这个就可以干扰啊 对这个非典进行干扰 据说说有1.4万个医护人员 在给这个病人看病的时候 都往鼻子里喷一喷 所以说无一地感染啊 这一点非常了不起 因为非典这个流行的时候 本人在大牢里坐着 情况不熟悉啊 我只是今天在看 网上的有关 有关的一些信息资料啊 看到这个消息 另外呢 在这个非洲 有这个埃博拉这个病毒的时候 也是这位陈伟啊 辽企啊 据说他亲自到这个西非啊 就塞纳利昂去 到第一线去 当时他也研究了 研制出的疫苗 就挽救了很多人的生命 这是大德啊 那么这一次呢 说是这个习近平非常重视 习近平亲自点击 让他到这个武汉去 那么他在这个正月初二这一天啊 这个到达武汉 设定他的团队 并且他声称什么呢 要在12周内啊 搞出这个疫苗来啊 今天看了以后 这是啊 这个很灵人的鼓舞这个消息啊 而且他讲到什么 说是老川普 说是美国总统川普 在1月28号 爷呢 就是这个跨下海口啊 说是要12周 美国科学家要研制出来 那美国这个 也是这个科技人才 也是积极啊 也是非常了不起的 领先 那么也就是说 美国和中国 现在是比拼 比拼啊 互相比赛 究竟谁能先把这个疫苗拿到手 谁要拿到手 我相信 说不定能获得 这个诺贝尔的医学奖啊 当然获奖也不重要 最重要就是 这个挽救无数的人们 这个特别特别 一件大好事 但是本人认为啊 这个陈薇的宣传啊 包括刚才看到这篇报道 这和习近平连在一起 和政治连在一起 尤其是什么呢 和这个共产党连在一起啊 看了以后世人不舒服 比如说这张照片啊 我可以给大家看 说这位女性 这个正在这个 在注射这个疫苗啊 后面还有个党期啊 你挂他们党期干嘛 是吧 你看这党期 就根本没有这个必要 搞这么一个政治氛围的血染啊 这个 我们知道这个疫情 之所以造成现在蔓延全世界 那就是因为中国的权力也过于集中 一党之政 一人独裁 什么时候都等习近平做决策 他又没那么大的本事 当务了有效的时机啊 你想习近平不召开政治局会议 不成立这个防疫领导小组 下边的人没有积极性 周先旺不是讲过 讲到了吗 武汉市市长 讲到这个疫情数字的披露啊 没有授权 下面不敢动啊 这的确是符合官场的事情 否则早就把这个周先旺抓起来了 可能正因为这一点不太好 办这件事啊 那么这次发生这个疫苗啊 人们应该深刻的反思 首先反思体制的原因 恰恰是因为共产党的极权统治 造成了这个当务的时机啊 是这么多的这个武汉人啊 特别是包括湖北的一些人 这个失去了宝贵的生命 到现在为止 湖北人现在还在这个 在这个封锁 在这个封闭啊 封城这个不自由的这个状态下生活啊 就如同坐牢一样啊 我昨天看到网络一个消息 比如说是有一对老的夫妻啊 这个特别严重的后果 就是因为这个中共这种党制啊 造成的 但是呢 现在这个事情就宣传啊 反的宣传 你像他这个注射一个疫苗这个事 那就是你不应该搞这么一个 一个这个一个这么一个镜头啊 看了以后软心里觉得很很这个不舒服啊 但是没有办法 中共就是这样啊 他这个就像网上现在用的一个磁锯墙非常好 就是说把这个丧事当成喜事来办了 把这些好的贪天资工归机友啊 把这责任都推到别人身上 小组长这个推到李克强身上 有了成绩都是我亲自指挥 然后这个疫情还没有战胜啊 冷然在四月 每天都在增加 却出版了什么 这个大国战役啊 你战役什么 这个全世界和和的 到处都是这个鸡飞狗跳的 这个搞得啊 人人人心惶惶的 经济也是受到非常大的一个影响啊 正常生活都受到干扰啊 那么当然了这个 这组图片当中 我认为这张照片 还是有一些温暖的分量 最起码使人看到 这个同样是女性的国立副总理 这个孙春兰表现确实是值得加奖啊 自从这个随这个李克强啊 去到这个武汉第一线之后啊 一直没离开武汉 就住在那个地方了 其实确实是身陷十足啊 这个任劳任冤啊 这个了不起应该讲 非常勇敢 看来这个陈薇也好 孙春兰也好 女性的表现啊 都比这个男性有好得多这次 特别是陈薇 我觉得如果真的啊 他能发明的这次 研制出这个疫苗 而且纵在身上 之后起作用的话 那真是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好事啊 现在人们就普遍都把这个注意力放在什么呢 怎么能够这个躲避这个这场这个肺炎的瘟疫啊 都是想办法怎么能撤侨 怎么能切割 怎么能躲避 怎么能够就是割离 统统研究在这里 其实主要的精力应该放在什么呢 放在疫苗的研制 因为你人生活在这个这个世界当中 你不可能啊 不接触细菌啊 你再注意啊 再精心的策划 你总要就是说 平常衣食住行啊 总要交际啊 总要这个出行 难免遇到各种各样的人 你不可能整天和健康人打交道 你自己也未必是健康人啊 这个细菌病毒都看不到啊 这个无所不在啊 所以说关键是要有疫苗 有了疫苗就不用恐慌了 每个人都注水 那么那么很快就战胜这个病毒了 所以本人并不是太就闭关了 我看到网络的消息 有的讲说是这个疫 这个新冠军病毒啊 胜过SARS上百倍 是上千倍的 说估计将有全球将一人一人感染 于是那些什么超市商场啊 特别是Costco啊 这个等等一些这个商店啊 那个里面是卫生纸啊 那些那些面啊油啊 这个等等啊 抢购一空啊 甚至那个温度计 还有这些 这个什么清洁剂啊 我都交上名字 那些杂七杂八的东西 都是过去都是销路不超的东西 现在成了抢手过了 这都非常不正常 造成一些恐慌情绪啊 人们没把注意力啊 寄送到什么呢 这个疫苗的研制啊 围绕这个问题 发挥啊 这个全世界各地的科学下的聪明才智啊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这位叫陈薇的女士啊 了不起啊 解放军的一个少将啊 她这个少将可不像宋祖英 宋祖英是靠唱歌 靠这个霸解江泽民啊 她就上去了 人这个柴维是真正的 这个一个人才啊 今天我从网络上啊 查阅她的这个有关的这个报道以后啊 感到非常有意思啊 而且这个人很有这个人情味啊 个人生活里一些浪漫故事 很值得在这里 这个给大家讲一讲啊 也就是说她和她的先生的这个 结合啊 互相的相识 具有这个很浪漫的这个传奇色彩 说是在1989年4月28号的时候 说陈薇和这个她的先生叫 马一鸣两个人呢 在一辆火车上偶然相遇啊 北京到济南的列车上 当时陈薇没有做没有做席啊 这个马一鸣呢 就是当时是青岛一个工厂的技术员 就比较善良吧 或许是也是一下就看好这个陈薇 这位23岁的这个女学生啊 当时这个马一鸣是35岁啊 她们一见钟情啊 她把作息让给她啊 两个人就认识了 后来就结成夫妻了 据说是感情不错啊 看到网上中国妇女报片文章 把这个故事渲染的很有意思 说是她们第一次见面就碰出了火花 至少从这个故事可以表明这个女人 具有非凡的判断力啊 一般女人她她轻易不会给一个陌生男人 这个电话号码的啊 留一个联系方式 这种方式很少 但是那次她们这个认识之后呢 临分手的时候要下火车的时候 马一鸣就跟她要这个电话号码 这个女人竟然给了她电话号码 这个事是挺有意思的 从这个事情看到这个女人 她对这个事物的判断 包括人的判断比较准确 那肯定像她有这个基础 如此的聪明才智 那当然对她以后 后来啊这个事业成功啊 这起到很大的作用 那当然了她也是在学校里面 在科研所里面啊 不断的深造 才有了后来这些聪明才智 的确是一个人才啊 那但愿就是中国的颜值能超过 速度能超过美国啊 因为专制集权统治 她有个好处什么呢 她这个往往就是说 能够集中这个力量啊 在短期内办大的事 这也是一个专制的一个 可以这样讲的 就胜过民主的啊 这一点 民主往往就讨论啊 研究啊 这个比较 效率比较低啊 但是民主可以防止群反人权啊 这方面是一个特长啊 那么这个陈薇自所以啊 在这个有关这个疫苗的研制方面 一再声称遵照这个习主席的阻托啊 那是因为中国政治体制决定的 因为你再有本事 那个你再有这个啊 这个成绩啊 如果说这个中共领导人要是不宠死你 那你可能就要名落身散了 再有本事人也不用你 等于零啊 所以这也没有办法 或许陈薇并不是说 从法治内心就崇拜这个习近平啊 但是没有办法 这种政治体制就是这样嘛 因为他一句话 把他哄好了以后 他不要不要你 这个给你安排一些经费什么的 安排一些人员啊 再在媒体上再摧一摧捧捧一捧 那事业就会这个成功的速度非常快啊 这事半功倍啊 这个所以说 这个陈薇也是比较这个精明的啊 也比较适合一些的这种体制啊 所以说网络上这些图片 你看这些图片 后来都带一个党旗 为什么他们知道习近平 这个整天想的问题就是党领导一切 党领导一切实际就是他领导一切 权力做到他那地方 他要是做对了那就更对 他错了也是对的 而且做错了 如果犯下了这个错误 他死不认账啊 还要把这些这个不好的事 当好事来讲啊 总之成绩都是他的啊 这个缺点都是别人的 这也没有办法啊 所以说 预期责怪这个成为 就八级这个习近平啊 用这个零肉麻的语言吹捧习近平 不如啊深刻的反思 总共这种集权统治体制造成的啊 这个人类的大的这个灾难呢 要解救全世界的人呢 防止像类似像这个 新型冠状病毒这个世界而重演啊 那就是变革政治制度 让中国也变成一个民主法治的这个国家啊 但是不论是什么制度 你是专制的还是民主的 都需要像成为这样的这个人才啊 这个人才是非常可贵的 这一点本人在这个节目的最后还是表示肯定啊 也表示佩服啊 那么今天呢 这个独播典型节目就到此结束了 非常感谢光大帮的收看 谢谢 再见